由于发生了残疾预约的乱象 华联系防疫指挥中心也设计一套网络预约软体 教大家来使用 现场徐中卫表示 希望在公平公开公正的方式之下 才网络预约解决纷 7月2号开始采取残疾预约的方式造成乱象 华联系流行疫情指挥中心3号下午召开记者会 并且宣布3号开始采网络预约的方式来执行 同时也进行现场教学的方式来教大家来使用 那各位扫QR Code进到这个预约系统之后 就可以点选右边的预约残疾这个按钮 点击之后有注意事项 就是刚刚现场跟各位报告的 请大家详细阅读 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按我要预约的按钮 好进来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 因为并不是每天都有残疾可以施打 所以在开放施打的当日 才会看到这个预约的这个按钮 所以如果说你进来之后看到这边有预约 今天的这个残疾就可以直接按下去 我们就会进到预约残疾的画面 好那以今天来讲今天是2021年7月3日 我们要预约的日期就是7月3日 施打的乡镇13乡镇只要有开放施打的乡镇 就会列出来那你点任何一个乡镇 底下就会出现施打站的选单 好那你就可以选择 像这边呢就会直接告诉你 这个施打站他预约的名额有多少人 好那你选没有额满的就是都可以预约 好那我现在就以秀林香卫生所为例 我就来预约秀林香卫生所 下一步就是填写你的个人资料 好这边需要的资料呢有三个栏位 就是姓名身份证字号以及联络电话 三个栏位都必须输入 好如果确定没有问题 我们就按下确定登录 好接下来这个画面呢是让你确认 刚刚填的资料有没有错误 那请仔细检查每一行 确定你填写的资料都是正确的 欢迎先为审计局长朱雁昌表示 7月3号的莫达纳疫苗施打率达60% 还有两天的时间可以打电话预约 同时要呼吁相信能够永远来施打 来保障大家的健康 记得很高兴观察到 好 谢谢大家